我们将所有新的VTL和平静 在社交平台上准备 这是一个厉害的事情 当我们遇到厉害的危险 预计这一道防疫紧缩令 会持续四个星期 新加坡也会追溯既往 所以在11月12日到27日 这期间到过所有Omicron病例国家 又搭机入境新加坡的旅客 都必须加码进行PCR检测 新加坡目前没有打算放弃 与病毒共处的模式 希望借有对新变异株 有更多的了解 来寻求共处之道